韩丽眼中金光一闪 不惜耗费精血来催动体内的仙灵之力 却仍旧只有不足千分之一的仙灵力 在他调动下流入他藏入袖中的那只手 因为重水纹雷 在这一缕仙灵力的催动下 忽然亮起一道电芒 从韩丽的袖中掉落而出 并在下坠之时表面灵光乍现 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了 一道黑色骄阳在距离韩丽不足 持续的距离处骤然亮起 当中印出大片闪闪的荧光 把韩丽整个人吞没了进去 距离他不远处的甘酒针 只是漫上了一瞬间 也同样被这片混沌的黑光给吞没了进去 一阵连绵不断的雷电轰鸣之声 吓起无数墨色的仙尘 朝着四面八方涌动而去 化作一道球形气浪 滚滚冲压而去 只将那虚空都压迫得震荡不已 那些密集而来的冰锚 在这股狂暴力量的重压下 这次竟纷纷不知的崩碎开来 整个空间陷入了无比的混乱当中 顺时间啊 笼罩在周围的精臂 在一股狂暴肆虐的力量波及之下 轰然震荡而来 传出震震的震耳欲聋的轰鸣之声 而那六只如山岳般耸立四周的巨大雪蝉 此刻也是浑身震颤 虽然身形并未挪动 但是六双巨木当中 同时渗出黑色的鲜血来 气息迅速地衰败了下去 为等这股震荡平息下来 精臂之中突然响起了数道 蛟龙啸银之声 紧接着尚未散去的黑光中 就突兀地亮起了一片啄目的燕芒 三头由血色烈焰 凝聚而成的百丈火焦 从中冲了出来 口中烈焰翻滚 猛然冲向周围被黑色脉络所密布的精臂 呼的一声中响 黑色精臂猛的一阵 表面顿时冒起鼓鼓黑烟 竟瞬间消融开来 只听夜空当中滋滋之声大作 三头血色火焦把黑色精臂侵蚀出一个大洞 从中一穿而出 一阵交织盘绕之后呢 化作了一道翻滚不息的血焰长河 朝着阴柔男子两个人所在倒卷而下 雍冲大汉早已飞回到了金晶雪蝉的头顶 两个人见大阵被迫 面色大变 联手一阵飞快地掐绝 下一刻六只雪蝉同时张口 猛然喷出大片黑色的寒气 在半空中凝成一道冰墙 迎向了血焰长河 韩丽此时已经身形一晃 从金碧一侧边缘飞升而出 身上衣衫破烂不堪呢 看起来有些狼狈 但其实只是体内脏腑受了些震荡 并无大碍 他仰头望向那道熊熊燃烧着的血焰长河 眼光中闪过一丝复杂神色来 那血焰长河并非是单纯的火属性法则之力 其中还混杂着一股血之法色之力 其中透露出来的气息 陡然和此前陨落的红月岛岛主的气息 颇为相似 韩丽一目望去 指尖一旁的甘九珍此刻浑身衣衫有多处破裂 露出了大片白皙如玉的娇嫩肌肤 他面上的红纱也早已不见踪影 冷艳绝美的面容上露出一抹苍白 甘九珍眼眸中没有半点娇柔模样 全都是凛冽的杀意 手中紧握着那枚方形玉佩光芒大作 其上符纹闪耀不定 上面血红之色却浅淡了许多 韩丽此刻心中几乎可以确定 此人就是交三无疑了 当初我离开红月岛之后 交三城还有些善惑之事要处理 想来当中就多半包括搜落了 公输红所遗留的什么宝物吧 扑扑扑 高空中声响不断 大片黑色雾气不断地从冰火香蕉之中 升腾而起 如同阴云一般遮蔽了半边天空 阴柔男子二人此时早已没了先前的轻松模样 他们修为本没有干酒真高 而最大的倚仗 六蝉戎火阵突然被攻破 此时互相望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一丝退意 另外一边的三只血蝉也被他们招了过来 然而六只异兽并排一起 喷吐寒气 也只能勉强抵挡住那倒冠而下的血焰侵蚀 甘酒真见状 口中冷哼一声 张口喷出一团惊血 使得脸色更白了几分 他手指飞快地一指 那团惊血便一阵扭曲变形 化作了一条迷你小龙 一闪及时没入手中的玉佩之中 紧接着又是一道龙吟声响起 玉佩上血光更胜 第四条赤焰血胶从中飞腾而出 一下子冲入了那片血焰长河之中 使得翻滚的烈焰猛的一掌 气势更胜此间 与此相对的是玉佩颜色随之更加淡化了几分 随着半空中红光大放 俨然化为了一片赤焰滚滚的火海 一股令人心悸的气息顿时蔓延开来 阴柔难辞 二人只觉得心跳骤然加快 血管中的血液也仿佛不受控制式的疯狂奔涌而来 二人心中一惊连忙分出部分先灵力稳固心神 而六只血缠没了二人提供的先灵力支撑 寒气喷吐顿时减弱了下来 此消彼掌之下 声势更强的滚滚血焰立即当头一个翻滚 抵押而下 瞬间将血缠与二人淹没了进去 两道惨嚎之声随即从血焰中传了出来 只见血焰此时有法宝豪光亮起 但却也只是一个闪动后就没了动静 寒历此时刚刚收起了九柄白色飞溅 随后手掌又从虚空中一揽 一缕缕仙灵力从纸端蜿蜒而出 开始慢条思理地收集方才那颗重水纹雷爆裂之后 散落在四周的重水威力来 前文咱们说过 这种招法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过了片刻之后 血焰内终于再无半点动静 甘酒针单手掐出一个奇异法掘 冲前一招手 那滚滚血焰立刻化作四条血胶 冲天而回 飞回到手中那枚玉佩之中 隐没不见了 半空中就只剩下两具残破不堪的尸体 无所依托地朝着地面摔落下去 至于那些血缠虽是异兽 体魄却不如仙人之躯 竟是被炼化得尸骨无存 甘酒针翻手取出树莓丹药服下 探手摇摇一招 两枚杵卓便凌空飞起 他看到没看 把集中的一枚呢 抛给了韩力 那韩力也没迟疑 直接一手就接过来了 甘酒针略带沈氏的望向韩力 开口问道 柳道友 从方才你出手之时起 我就一直有个疑惑 在此次同行前 我们是否曾在哪里见过 道友如此貌若天人 在下若是见过 一定会记忆犹新的 可是却不记得 过去和道友有什么交集 甘酒针文言 一双美眸略眯了一下 显然对韩力之言 并未相信多少 不过他也没有继续 追问的意思 缓缓开口 不论如何 今一之事你有恩于我 而我甘酒针此生 最不愿欠人恩情 这张清风所先服 就算作谢礼了 说吧 他手腕一挥 一张紫色灵符 便从绣袍中飞出 飘向了韩力 韩力单手一招 把这符抓到手里 目光一扫 只见灵符之上 密布玄奥无比的 银色纹路 俨然是一枚 以银科文书写的 高阶符路 符上灵力饱满 跃染纸上 看起来品阶似乎 还在太医化轻符 和原甲符之上 韩力略意拱手 把这符收起来 打算以后好好研究研究 那就多谢甘道友了 先前偷偷尾随意识 我可以不计较 不过若再有下次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红裙女子不再啰嗦 抛下这一句话后 干净利落地转身而去 韩力望着死女 身影消失的方向 面露一丝苦笑 随即也没有哆嗦停留 身形一略 朝着来时的方向 飞驰而去 不多时 韩力就飞回到 非洲所在之处 方才战斗的地点 距离很远 非洲这里呢 没有什么人发现 那两名成全商会的 合体骑供奉 仍一左一右的端坐于 非洲前方甲板之上 韩力身形一晃 顿时化作一股虚无 悄无声息 返回到洲上自己的房间里